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好了,今晚第3宗娛樂新聞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有重溫的朋友,就一按時間按鈕就來到這裡 就是說,如果邵克夫現在還在,怎麼會被曾志偉坐到這些位置 這些人有點廢話,不是用腦袋想的 他只是用手去握破破,對吧 你叫他想辦法就死定了 好了,說回邵氏電影王國 隨著邵克夫和方日華相繼已經離世了好幾年之後 已經成為了上世紀電影界的傳奇人物 其實在2018年已經傳了蔡蘭幫他寫邵克夫傳 我也是有看過的,但裡面的內容非常精彩 當然每一個人,其實那些名人的傳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些可能是翻版再引 重要事跡當然是,怎麼說呢 講來講去都是那些,但這宗案子也是挺有興趣和大家分享 你可以看看這些事跡發生在邵克夫身上 為什麼他成為一個巨人 一個大人物 你看他處事的手法,你就知道 跟普通人不一樣 為什麼蔡蘭會幫他寫字傳呢 因為蔡蘭在日本留學的 當時已經是半公讀 為這個邵氏電影公司擔任了駐日本經理和翻譯 所以他跟這個邵氏的淵源是很深的 在早期的開國功臣 然後蔡蘭已經跟著他自己發展 由兩邊離開,無線勵的那些 畢業之後,他在日本畢業之後 在香港定居,在邵氏電影公司製作經理 和這個邵氏電影公司相識了幾十年 如果由他執筆寫這個邵氏電影公司 一定是非常好看 有一次蔡蘭接受這個媒體的訪問 回憶有關的傳聞 究竟有什麼傳聞呢? 當然他由他寫文法都非常好 也寫回他以前邵氏夫的日事 他表示和邵氏夫共事三十年 在他身邊發生的小事 就足以全面描寫到邵氏夫的人 做事有一個大將風範 蔡蘭就這樣說 他說我和陸先生,即邵氏夫 共事三十年 在他兩個人之間有很多故事 他說邵氏夫能夠在電影界清王 除了擁有經營生意的精明頭腦之外 做人的態度、處事、細緻、容人之量等等 各方面都能夠展示他的智慧 他自己希望透過陸先生這個人脈 令大家更全面和具體了解他的成功之道 並不是像流水一般寫他的一生 並不是很平平無奇寫的 另外邵氏夫生前 蔡蘭已經想寫陸叔的傳記 即是他未過世的時候已經想幫他寫這個傳記 就等於楊壽誠那時候找陸傑幫他寫的 好像代了二百萬 幫他寫爭氣這本書 我還未看,我有興趣會看的 遲早有人會看那本書 其實我看過少許蝙蝠 因為有些蝙蝠放在網上 當時陸叔同意了 但反而是方日華比較嚴格 他就跟他說 你讓我看完你才好發表 然後蔡蘭當時更年輕 心高氣傲 他說不希望別人改他的稿 所以只寫了幾篇就沒有繼續下去 他說綠嬸方小姐 表示要先讓她看過才發表 他說他明白方小姐緊張陸先生 所以提出這個要求 但他寫就不想被人改 亦不想歌功頌德 即是他好有寫不好有寫 不能夠暢所欲言的話 不如不要寫 所以當時擱置了這個計劃 現在連方日華都離開了 沒有寫稿的障礙 蔡蘭表示在他裏面儲存足夠的內容 只要令他靜下來三個月就寫完 蔡蘭其中一件很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發生在邵惠夫的長子 邵惠銘身上 邵惠銘就是邵惠夫的大兒子 他在1964年的時候 在新加坡被綁架 而這個陸先生邵惠夫收到電話通知之後 他正在看視片 即是正在做事 然後當時是這樣的 他說影片只收到一半 放到一半 那個視片 放到一半 他還記得當時問過陸叔 要不要暫停那個視片 然後邵惠夫就說 不需要 因為我兒子都沒有受傷 綁匪的目的都是錢的 世界上錢可以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做人總有各式各樣的難題要面對 蔡蘭覺得他處變不驚 臨毅不亂 很有大丈夫風範 每一次當他遇到麻煩和困難的時候 一想到他這句話 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現在無線沒什麼錢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出錢叫人進去幫你拍攝 不過你自己的風險是自負的意思 蔡蘭也指 邵惠夫是一個很精明的生意人 在邵氏最輕盛的年代 是一年可以出產四十部電影 因為每一部都是大賣錢的 他說 我曾經問過邵惠夫 可不可以投資三十九部賣了的電影 然後拍一部不賣的藝術片 邵惠夫說生意人是要賺錢的 拍四十部賣了電影 就算再多投資四十部電影 仍然是要賺錢 這樣才是生意之道 蔡蘭表示 他寫六叔的故事的時候 肯定是比其他人更精彩 因為裡面的內容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另外他的太太 叫王美真 我曾經做過一個人物專輯 就是邵惠夫自己本人的故事 當時他這位法妻 王美真 蕭先生當時在無線做 叫他老虎狗 但我相信他的樣子不算很漂亮 不知道他如何年輕可以吸引到 這個邵惠夫 但我相信他的人品一定很好 而且幫他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 就是大兒子為名為宗 素文和素雲 六叔的第二任妻子就是方日華六嬸 但沒有兒女 另外邵惠夫為了防止父母 太過重壞的弟弟 所以他的子女由小 交給伯父、少仁、梅 去教養 所以長期住在新加坡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邵惠夫孤身一個人 由新加坡 遠赴香港去創業 他的妻兒沒有和他同行 仍然留在新加坡 當時一度有傳 邵惠夫和子女的關係很疏離 我相信不是 因為 你經常要應酬 然後有很多工作 邵惠夫應該年輕的時候都是工作狂 不過之後邵惠銘和邵惠忠 大兒子 都來到香港一起打拼 在TVB的董事局 是不懂的 令到的謠言不公自破 當然 他也沒有說 邵惠夫身邊有很多不同的女性 所以才有這種謠言 由於邵惠夫兩個兒子長期在新加坡 擁有龐大的資產 因此成為了綁架匪徒的目標 先後被綁架 即是兩個兒子曾經在先後被綁架 在1964年2月農曆新年期間 大兒子邵惠銘和司機在住所附近被綁架 這些當然是有內鬼 沒有鬼不死的人 當時有報導指邵惠夫知道的情況之後 只問到通風報信的人 問兒子有沒有受傷 能不能用錢解決 問了這兩條問題 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後 邵惠夫就收了線 繼續看他的視片 有指綠叔 放工工作前 就馬上去了新加坡 向個綁匪支付了100萬港幣 也有人說是50萬的贖金 而大兒子被困了11天之後 就獲釋了 放了出來 但是最禍不單行 就是在1971年的時候 由六四至七一 即是七年期間 另外 這個邵惠忠 即是二仔 在家裡的門口 又被人擄走了 後來就成功被綁匪 在車廂逃脫 可能捉得他不夠實 自此之後 兩個人聘請了保鏢保護 亦刻意低調 老實說 邵惠夫是出名孤寒的 他要兒子擔花買水 那些錢他應該不能省 但是保鏢 他心想兒子也可能害怕 他父親 第一個兒子也沒有幫他請保鏢 還有第二個兒子 但是 你好像李嘉誠 都應該有很多保鏢 兩個兒子心想 我爸爸這麼孤寒 我自己請保鏢 是否再第三次 再第三次 女兒那些 她更加不值錢 都是外界人 一分鐘 連贖金也不給 1981年 六嬸方日華 入主董事局 逐漸取代了 邵家子弟的地位 也有權鬥 兩兄弟在第二年 退出了董事局 然後回到新加坡 協助三伯父 因為三伯父是小時候 交這兩個兒子 親娘不及養娘大 可能回到以前三伯父 幫三伯父 打理當地 邵氏當地的生意 然後 小時候 這個大兒子曾經在電視節目中 說他們的父子情 他表示 其實和他父親 雖然不是經常見面 但六叔經常打電話 問候他們 即是在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頑固 乖不乖 即是類似那些 關心他們在新加坡 生活如何 兩父子 亦都好像 兄弟一樣 開玩笑 他還說 爸爸永遠都不放棄人 如果他想上月球或火星 他都會做得到 至於他兒子怎樣說的 爸爸 兒子 忠為忠表示 爸爸不斷地造福人群 不斷地找新方向幫助人 他是一位巨人 由哲學的層面來說 他是幾乎完美的 這個就是他邵逸夫的日事 你覺得他以前在這裏 無線幾乎這麼精彩 又懂得用人 眼光 做宣傳 亦都很壟斷 但做生意是這樣的 是自私的 一個經濟學家這樣說 如果你在資本主義社會 應該是自私的 如果你完全 即是說真的 你可能賺到一筆錢之後 將你自己賺回來 多餘的部分 就可以捐出去 但如果你做生意 即是在商園商 一邊做生意一邊 即是太過心軟 你應該在商場上 就不是怎樣 有一個不夠狠 但如果你 夠狠 即是說 對他以前 他那時候 你不可以去第二個電視台 亦都去第二個電視台 亦都不可以 講廣東話 你說這些 阿六叔不知道 對不對 還有誰 他兩夫妻都這麼孤狗寒 好了 這個綁架 或者他的日子 講到這裏 現在 我剛才 23分 11點開始 現在40分鐘 差不多 太過有錢 麻煩 太過有錢 太過有錢 麻煩 我不用剪片 又不用上載 我在這裏做完直播 接著我就抹一下屁股 走人 對吧 你們有什麼跟我說 我跟你們打招呼 接著我就做我第四條片的功課 你們有什麼意見 對於這樣的認識 我不算是打游擊 OK 怎樣 超忙 你們手乾無燥 我知道你們想聽不出鏡小姐 鏡姐的歌 多了 但我要遲些剪片 先剪出來 因為 我假設今天也要做小姐那裏的事 不過今天 就 下午 下午 出去了我娘 那裏 好嗎 對 行不行 對 玉女心經 Dennis OK 喜歡直播 Island Amanda 喜歡直播 她在Scotland 我沒有記錯 OK 說真的 疫症哪裏都不能去 最好留在家裡 聽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BonBon說 嗯 小屎人 Lila說 Sapang 不要看留言 為什麼不要看留言 Lila 你可否發表一下 有錢又害怕 沒有錢又仇 Karina Peng Lila 可否寫多一句 她說 不要看留言 為什麼不要看留言 感覺很好 Ocean Chan 然後 Grace Leung 這陣子 為什麼不出的樣子 因為我真的忙得太緊要 不想花這些時間 我寧願那些時間 給多半小時 我再收集一些比較豐富的內容 好嗎 如果你們要看我的樣子 如無意外 希望明天出了 那條第三條 蕭先生的迷迷的影片 到時你在那裏就可以見到我 但是我告訴你 我製作了一條影片的時候 其他人都會哭 哈哈哈 話是話 真的是製作花絮 告訴你 我差不多哭到豬頭 到最後 拍了幾次 是不是 唉 真的 直播很棒 CAMO說 這樣 先看看 你第一次來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這麼有趣 你怎麼讀的 你想我怎樣說壞事 你們說壞事 說什麼壞事 我想知道你們說什麼壞事 可以回到前面看嗎 誰說壞事 要拍人生 立體藝術片 OK 喂 你以為我不讀的話 別人不懂得看留言嗎 阿莎 不如你穿大露背 用背部來出鏡 OK 說別人說 玉女心經 玉女修經 OK 阿妹姐有滾動 說回來Cindy 哈哈哈 然後說 這樣還好 不剪片直播好得 OK 好啊 然後她說 我什麼時候才出鏡 中正說 你明天看 迷米 蕭先生那條片 我出鏡 應該如無意外 星期日 下星期日 跟醫生做直播 做訪問 應該我都會出鏡 如果不是很無禮貌 別人出鏡 你不出鏡 Karina Peng 說期待第三條影片 跟著 Ocean說第三條迷米 是否說 梅姐 那你們明天看 就知道 我很多 其實我很多 很感動的 一句話 是很感性的 對吧 對吧 這套菜 說什麼咸話 OK Agreed Live show is more engaging YM Ton話 好啊 這樣我多說幾分鐘 我就收線了 因為我要做事 你們沒有什麼特別 跟我說 我就要跟你們告一個段落 好嗎 嗯 Sophia 麻煩你 Sophia 其實她也給了很多資料 我 其實我喜歡 別人傳給我 奇案 普通圖畫 那些 我只是報料 那些電話 OK 為什麼我現在的字那麼小 為什麼字那麼小 文字那麼小 我調大一點 可以嗎 這個 另外就是訂閱的圖 這個 OK 阿邦邦說 好啊 講阿妹就有喜歡 是嗎 OK 好想快點看第三條片 歐陽 反正Cindy說 沙太忙了 阿屎也沒空了 剪片太辛苦了 對了 那好吧 你們按通知鍵 Anytime 我有做好什麼題目 剪到便剪 剪不到便做直播 對吧 反正你鐵粉都喜歡 會重看的 對吧 然後她說 你也要去 誰 去五姑娘 很忙 OK 好 好 我找一集 我答應你的要求 Island Amanda 找一集做奇案 找一集 怎麼說 直播奇案 或者我下午 其實呢 為什麼呢 其實我做直播 短短的 我可以很快做完 只要我做完早上都搜集 然後我做一個thumbnail出來 那我就馬上開播 做直播了 那我不用做很長 然後我可以花一點時間 和你們聊聊天 這樣 是不是很好呢 一家便宜幾家著 對了 Wing就說 我喜歡看奇案 Sing a song Juju Chan說 Sing a song What song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是啦 好想聽奇案 Karina Peng都說 我今晚沒有準備呀 Anson說 出鏡用好多時間 什麼裝身化妝 這樣好得 是啦 是不是 那不是用很多時間 只不過 做了殘勢 What you are tonight What you are tonight What you are tonight Kitsil Thank you so much 中二妹姐 Mandy Yip OK 好啦 喂 你們沒話說的話 我會離開 好嗎 雖然有點延遲 OK 讓我看一下資料 OK 好 怎樣 What should we learn What should we learn 就是處變北京 對吧 嗯 嗯 好了 怎樣 OK 好 我現在沒有 Shirley Chow Lila就說 請說 涵 什麼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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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Joy Liu 他經常都打相給我 你們都可以打相給我 Anytime 對 我要讀一讀打相給我的人 好嗎 好 這一兩天都有人打相 Thank you Karen Yip 多謝打相 Angeline Hoy Kyusala Kyusala說 喻良三天 正啊 OK 我讀過了 今天是19日 有人打相給我的 好嗎 OK OK 那好吧 現在人們開始離開了 知道他們在聊天 Jacky Chocolate Why do you join so late 女兒 女兒 Joy Joy Lui Joy 多謝Joy Lui 姓女兒 Joy 嗯 怎樣 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我現在要做事 好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我現在不做Announcement 久不久才做Announcement 好嗎 OK 放鬆心情 早點休息 多謝你們都是這樣說 記得幫我在影片直播完之後 See you later BONBON 好好休息 Thank you Thank you 7秒米的歌聲 I miss 7秒米 有什麼 不行啊 大哥 人家這個 不出鏡小姐 鏡姐唱得那麼好聽 Delete all pictures 誰啊 Delete all pictures 為什麼呢 Delete了所有舊照片 什麼意思呢 Take care And you too Island Amanda And good night everyone 無論你是海外 現在你是 又掛著朱主席 好啦 看看明天會不會有任何時間 你開著通知鍵 我可能隨時在你面前出現 都不出奇的 好嗎 OK啦 直播就到這裡了 多謝你們的收看 Bye Bye Good night Bye Bye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 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Woo